内政部警政署在2023年一月预告了原住民渔民自制猎枪无枪许可以及管理办法草案 内容民定自制猎枪的组成零件需使用内政部许可构自国外仓厂进口的猎枪主要组成零件 与现行原住民自行生产制造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而台东大869部落飞南族人马力凡高路日前举办杠洞式滑套退壳系统专利发表会 希望透过新型的猎枪设计提升自制猎枪的安全性以及便利性 台东北南乡大869部落飞南族人马力凡高路日前举办杠洞式滑套退壳系统专利发表会 希望透过新型的猎枪设计提升自制猎枪的安全性以及便利性 研究是所有的滑塘枪从前面进但是最安全 因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检查弹的口径 不会因为太大或太小我们是从前面赶 然后填完弹之后装底火然后击发脆壳 然后再下一发再装点 马力凡也强调长年来原住民自制猎枪因受到国家政策限制 导致猎枪安全无法升级 而虽然警政署已预告原住民渔民自制猎枪 渔枪许可及管理办法草案 为主人争取开放使用自制猎枪 去禁止原住民自行生产制造以及维修猎枪 认为政府错误的政策将再次扭曲原住民狩猎文化的核心价值 土地生长出来的这个自制猎枪 它是我们的文化 它是我们很重要要传承的文化 需要说我去呼吁这个政策 你可以进口但是千万不要禁止我们自制猎枪 马里凡也表示猎枪以及各项农具都一样 不仅是部落生活依赖的工具 更象征族群文化的演变 也会称政府不要将原住民制止猎枪与狩猎污名化 让山林教导出来的猎枪知识与智慧 能够继续传给下一代 这盘最悲难相报道 这是我们俄建设计划的 这是我们四月之后的则